北京时间8月4日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女带半决赛,中国队21岁新人和冰交,以21-13,16-21,三里21不敌欲冠军马林,遗憾无缘市锦赛女带争冠, 郭宇就此也失去了这次市锦赛争夺女带冠军的希望,马林明日将于日本球员、山口系和异度的新度之间的胜者,争夺本次比赛的女带冠军,和冰交21岁女带最新世界排名第7,作为本次市锦赛女带6号种子,和冰交首轮轮空,第二轮21-11,21-17战胜中国香港老教业配颜, 女带第三轮和冰交21-14,21-11淘汰越南的阮翠玲,女带八强战,和冰交暴闹21-18,7-21,21-13先班赛会女带头号种子,中国台北名叫戴兹营,25岁的马林是2015年市锦赛女带冠军,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带冠军, 女带世界最新排名第8的她,是赛会7号种子,马林首轮轮空,第二轮以21-9,21-8淘汰泰国球员布桑兰,第三轮她21-7,21-13战胜日本的佐藤亚香, 女带八强战马林21-6,21-11学习状态不佳的引渡名将内瓦尔,本次羽毛球市锦赛期间,马林还开通了自己的中文微博账号, 本场比赛前两人有过四次交锋,和冰交一身三副处于下风,去年的全英公开赛和冰交曾一抵二不敌马林, 去年9月的日本公开赛,11月的中国公开赛,和冰交又连续两次输给对手,遭遇对马林的三连百,去年年底的总决赛女搭八强战,和冰交以21-19,12-21,21-16战胜对手, 本场比赛第一局,和冰交开局打得十分积极主动,他先取得4-1的领先,马林将比方追成5-6,和冰交牢牢控制场面主动, 以11-7领先进入技术战情,中局阶段和冰交将比方优势扩大到17-11,他以20-13获得局点,并以21-13拿下这一局,第二局开局第一个球,和冰交就在自己后场就球上, 一直不胜滑倒,趴趴在地上游好几秒,让所有观众都有些为他揪心,好在和冰交随后站了起来,重新投入到比赛中,马林取得5-2的领先,并在9-6领先后连了10分,迅速将游戏扩大到15-6,和冰交毫不棄内连续追分,将比分追到15-19,马林20-16获得局点,并以21-16将局发感谢, 位1-1,决胜局双方先站成1-1,马林随后取得9-6的领先,并以11-5领先进入技术暂停,随后马林将比分扩大到13-5,取得8分的巨大领先优势,和冰交很难形成持续有效的进攻,马林将比分优势扩大到15-8,和冰交一度将比分追到12-16, 马林20-12拿到赛点,并以21-13,取得这一局的胜利,就此马林2-1站上和冰交,获得上半区的女单决赛权,中国体育职,播费hibo.tv,正在全程全场次直播,2018羽毛球市锦赛,8月5日,独球蔡云再次做客中国体育直播间,解说五场决赛, 与球迷们一起为国语加油